大家好 今天是6月4日星期四 欢迎关注加拿大华人聚焦 每天了解加拿大多一点 截至6月4日星期四 多伦多时间上午11点半 加拿大共有93700例推定和确诊病例 7635例死亡 本期视频将为您带来以下内容 加拿大三大反对党 齐皮特鲁多 伪善懦弱 近期 加拿大总理特鲁多 在回答对特朗普威胁动用军队 镇压抗议的行为有何看法时 沉默了整整21秒才回答 并且回答中 避免提到特朗普的名字 这件事情 引起了大家的热烈关注和讨论 加拿大三大反对党 对于特鲁多的行为齐声批评 新民主党党魁贾格密 就在周三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他的沉默揭示了伪善 他提到 特朗普的行为是应该被谴责的 但是总理特鲁多 却不敢站出来对他进行批评 魁北克的党魁布莱切特 虽没有严生谴责特鲁多 但是也认为 特鲁多需要更大的勇气 面对特朗普所采取的行为 其他的国家领导人 都明确地表示了谴责 但是特鲁多 却还是在说一些陈词烂调 布莱切特说 在特鲁多的回答中 他似乎更倾向于 指责加拿大人的种族主义 而不是指责特朗普 具有煽动性的行为 绿党党魁伊丽莎白则表示 他不打算批评特鲁多 他理解特鲁多的沉默 疫情期间 两国还有很多事情 需要共同协作 加美双方需要保持健康的关系 他说 美国对于有色人种来说 并不是一个安全的地方 加拿大应该考虑接纳难民 令人惊讶的是 在各党对特鲁多的言行 发表观点和看法的同时 最大的反对党 联邦保守党 却并未对此事发表任何评论 据报道 此前 保守党党魁汐尔 曾经批评特鲁多 在与中国的外交手段上过于软弱 加拿大央行表示 经济最坏情况已躲过 维持利率不变 加拿大央行于6月3日 宣布将本国基准利率 维持在0.25%的水平不变 加拿大央行预计 加拿大第二季度 国内生产总值 将萎缩10%到20% 低于其4月份预测的萎缩15%到30% 而第三季度 经济将恢复增长 加拿大央行这种谨慎乐观的态度 是因为 其认为 新冠疫情对世界经济的影响 似乎已经达到了顶峰 并且加拿大经济 已经避免了最坏的情况 新冠疫情爆发以来 加拿大央行多次下调基准利率 从2月下旬的1.75% 一路下调 至3月27日的0.25% 为2010年6月以来最低点 同时 加拿大银行还推出一系列次级计划 其中包括 推出其首个大规模房屋购买计划 加拿大订购3700万只疫苗注射器 加拿大人每人一只 根据The Start报道 加拿大在加减准备新冠疫苗的同时 签订了购买3700万只注射器的合同 而3700万这个数字 则刚好大约是加拿大的人口 所以预计 此次订购的注射器数量 大致足以向加拿大的全体人口提供注射疫苗 加拿大公共服务和采购部长 安妮塔在国会山对记者说 我们确保 在疫苗准备就绪后 加拿大也会准备就绪 我们正在努力地采购用品 包括注射器 以及其他所需用品 医疗卫生官 卫生探务师表示 这次所购买的注射器的数量 将满足所有注射疫苗的需求 世界各地的研究人员都在努力寻找新冠疫苗 在加拿大 联邦政府已批准了38项临床试验 在全球医疗物资紧缺的时候 加拿大想要在这个竞争激烈的全球市场 购买设备是不容易的 同时 联邦政府已召集加拿大公司 将生产线转移至加拿大本土 以确保国内有可靠的供应 除了注射器之外 政府已经签订了其他物品的巨额订单 包括数以千万计的口罩 手套 医疗服等等 多伦多房价 环比 同比 接上涨 温哥华房价稳定 销量骤减43.7% 多伦多地产协会主席 迈克尔·克林斯宣布 大多伦多地区 2020年5月份销售了4606笔房产 按月计算 5月份的销量 与2020年4月相比 环比增长了55.2% 5月份 大多伦多地区的新上市房源量 同比下降了53.1% 下降到了9104套 但从环比来看 房源量上升了47.5% 与2019年5月相比 所有房屋类型的平均销售价格 合计上涨了3% 达到了863599元 经季节性调整后 与2020年4月相比 平均售价 环比上升了4.6% 5月份 大多伦多地区各房型销量 同比下降都达到了50%以上 房价方面 大多伦多地区独立屋房价 微幅下降0.9% 公寓房价同比上涨6% 正屋房价同比上涨3.1% 半独立屋房价同比上涨4.8% 现在房价已经回暖 重新开始恢复上涨 而销量仍然受疫情影响在下降 希望加拿大疫情可以尽快贫富 大温哥华房地产协会报告称 大温哥华地区所有住宅物业 房屋综合基准价格为1028,400加元 与2020年4月相比 几乎没有变化 过去三个月增加了1.4% 与2019年5月相比增加了2.9% 2020年5月 大温哥华地区住宅销售总额为1485套 比2019年5月记录的2638套减少了43.7% 比2020年4月出售的1109套房屋增加了33.9% 2020年5月 独立屋销量达到534套 比去年同期的913套下降了41.5% 独立屋的基准价格为145万6700加元 与2020年4月相比增加了0.3% 比2019年5月增加了2.9% 公寓住宅的销量达到653套 比2019年5月的1246套减少了47.6% 公寓住宅的基准价格为686500加元 与2020年4月相比减少了0.3% 与2019年5月同期相比增加了3% 镇屋的销量为298套 与2019年5月的479套相比 下降了37.8% 镇屋的基准价格为92万2700加元 与2020年4月相比增加了0.2% 过去三个月增加了1.2% 与2019年5月同期相比增加了1.8% 好的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关注加拿大华人聚焦 每天了解加拿大多一点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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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